大脚怪又称北美野人 是北美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 有看见过大脚怪的人都说 它的外形就好像一个高大的猿猴 能够像人类一般直立走路 全身长满毛发 而在世界各地也不断传出 目击这种生物的事件 比如中国神龙驾或是喜马拉雅山学人 相信它们都是同一类物种 今天绿眼镜将会和大家分享 几个被拍摄到的一式大脚怪生物 在这之前 记得订阅烈眼镜频道 点击小铃铛 烈眼镜将定期更新有趣影片 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这神秘的大脚生物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外面下着大雪 屋子主人准备了一碗热牛奶 摆放在门口 准备给猫儿食用 但是他没有想到 竟然迎来了不速之客 影片中可以听见怪物的叫声 这个类似大脚怪的生物 长满长矛 看样子应该是饿坏了 他似乎知道自己已经被拍摄 生气的把地上的牛奶打翻 当你以为他已经离开的时候 其实他还不甘心的 回来将摄影机破坏 可以看出这种生物 拥有蛮高的智力 影片中 一位男士正在河边钓鱼 整个画面看起来很正常 但是当我们把画面放大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红色箭头的地方 出现一个黑影 再仔细看看 可以看出像是类似猿猴的动物 正在附近活动 当他看见人类的时候 便迅速的离开了 你觉得这个黑影会是传说中的大脚怪吗 两名猎人结伴到树林打猎 突然发现一个高大黑色身影 这又会是大脚怪吗 在树林走出一个像是大猩猩的生物 如果你说他是大猩猩 但是他却能直立行走 当这个类似大脚怪的生物 发现有人正在拍摄他的时候 就赶快抱起自己的孩子 匆忙离开 你觉得他会是传说中的大脚怪吗 正当一群人在雪地里进行一些活动时 突然山坡上传来一些声音 人们发现一个长满毛发的生物 就在森林之间 可以看见他拥有粗大的双腿 但是最后只能拍下他离开的身影 接下来最后一部影片 可以清楚看见神秘生物的真实面目 你觉得他会是真的大脚怪吗 从几个视频中你可以发现 每当这种大脚生物被人类发现时 总会匆忙的离开 似乎在躲避着人类 但一般上的灵长类动物 都是以群居方式生活 而这种大脚生物 总是独来独往 那么大脚怪的传说会是真的吗 又或者这些视频 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恶作剧 今天绿眼睛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也听过类似的事件 欢迎到下方留言 我是绿眼睛 我们下期再见